雪茸茸的寿司切片 吃过吗 你们要的雪茸茸 还来了 这叫万物皆可切片 做它只剩一锅米饭 待会儿 那给米饭染色你会选谁呢 没想到吧 颜色最正的是它 切开简直就是雪茸茸茸茸了 大成汁浇米饭里 跟寿司醋盐拌匀就 又能得到雪茸茸中国红了 少来点就是粉色 豆豆和腮红有了 那眼睛就涌它 莫云一面 全部食材搞定 就可以开始了 竹脸肯定是需要的 最开始要铺油脂 米饭尽量压紧时 改成米饭底 咱才好做造型 先从眼睛开始 黑眼中用米饭包裹成条 再用竹脸搓圆 再复制一条并一起 然后是粉色腮红 切两条搓圆 沿着白色下午贴 再整体包裹一层米饼 尺寸细节 还是需要根据每步测量的 现在就轮到海苔上场了 起大打是收紧和轮廓线的作用 过完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是灯笼部分 先填上云朵凹槽 再按灯笼的分块 裁搓拼 灯笼中间的金线 我用了寿司萝卜 这黄色中是比较鲜艳 寿司切片跟饼干切片不同的是 它不需要冷冻 这就大大节省时间了 最高有空隙的地方 需要一粒一粒米来填 顶部的鸽子 就用细长条 模拟个萌红感了 同样压紧时 贴上去 灯笼是扁圆的嘛 所以特别还有一条 最后再打雪片上去 捏得凹起一点 最后再整体过一层海牌 终极收紧 一个简单易操作的 雪茸茸寿司切片 就完成了 最激动人心 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切了 黄罗贝不染色了 所以我又做了个淡皮版 这次没颜色了 是不是很可爱 那寿司必须得有肉啊 再加点费鱼籽 就像顶上的如意钩了 酸辣酱和照烧制也不能少 食欲感立马就有了 而且国风饭瞬间也出来了 口感嘛 我觉得还是萝卜版的更好吃 吃起来里面有脆脆的 哇好好吃 不是故事啊